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与文化造就了无数料理选择 称得上是东南亚的美食天堂 但也因此许多大麻人患有高胆固醇、高血压及糖尿病等症状 慈济雪龙分会从2020年起推动健康挑战21计划 透过全食植物性饮食让民众吃出营养与健康 计划发起人程程亨医师受邀到普种哥伦比亚亚洲医院分享诚实植物性饮食的概念 原来我们有50%的人是饮食的 然后也有这样多高胆固醇、糖尿病那些 然后这些病症原来全部都可以出生性改变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饮食方面 可以尝试 假如真的是可以看到效果的话 真的是很成功 因为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嘛 你看如果他们更健康 我可以缺乏育性性 你健康你不会治生病 希望我可以保持这个全食育生育制度 的计划 病从口入 但透过饮食同样也能翻转健康 让营养更均衡 也有助于环境永续 麦大爱刘晋星带回答雪兰的报道